这也是一个让人看着有些毛骨耸人的算式 如果你打算真的去硬算一把的话 我只能背负你的勇气了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觉里头有好多重复的东西 比如你把前两个括号跟后两个括号上下对齐的看 就会发现这俩括号里都有这些分数 而这俩括号里都有这些分数 既然这些东西都一样 那就先打包处理一下 设它俩都是A 设它俩都是B 于是算式就演变成了这样 再利用分配率 前面这部分就可以写成这样 而后面这部分就可以写成这样 再把两者的括号同时去掉 注意第二个括号里加号变减号 你就会发觉惊喜了 A乘B跟A乘B抵消了 剩下是这样一个算式 如果提取879分之137 算式就会变成这样 那A-B到底是几呢 回过头来看一下 原来A里面是含有B的 所以A比B就多一个137分之879 这就是A-B的差 这下好了 两者互为倒数 相乘的答案自然就是1了 相信做到这儿 你不会再觉得这题目有多难了 其实这种题目都是出题老师给你凑好的 而且越是看着下人 越不需要硬算 只要你把相同的部分打个包 用字母表示一下 就能非常清晰的找到相抵消的像 从而化解算式得到答案 所以解决这些问题 只要会给相同的部分打包就行 怎么样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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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